恋爱呢 傻白甜 有些玄幻剧里的神女 为啥只想着儿女情长和谈恋爱呢 为什么呢 普渡众生大爱苍生 不才是他们应该具备的品质吗 那么如果天选神女有段位 谁才是你心中的套官呢 黎苏苏 最近热播的《长月静明》里 白鹿饰演的神女黎苏苏 有没有惊艳到你呢 在一个邪魔当道 凡人苟活的时代 她作为唯一能够改变世界的人 肩负着拯救苍生的使命 该说不说 这部剧在装造方面都挺舍得花钱的 黎苏苏的几套装扮都很衬她 白鹿的长相又偏英气 演起这种战斗力超强 意志力爆表的角色 也是很适合的 非常有一种 就算虐她千百遍 她也会撑着最后一口气 完成任务的踏实感 讲真的 我很看好你 黎苏苏 小兰花 苍蓝绝里 于书欣饰演的小兰花 本体是西山神女 前期的她单纯且百拉 有点勇敢的不多 因为仙根损坏 非常惜命 说话又软软诺诺的 很容易走上傻白甜的道路 但是小兰花却是难得的 外表懵懂 内心清醒 她对待自己喜欢的人 背叛过自己的人 不喜欢自己的人 都是一视同仁的 真诚善良 我是心甘情愿被你骗的 面对爱情 她勇敢坚定 为了苍生 也会义不容辞 真正体现了那句 神爱众生 担解危在旦夕 我必须获得无上神力 才能彻底消灭她 你和东方青苍有情 不然她再受半分痛苦 但我呢 是我自己选择了 要做牺牲神女的命 我便审责了放下一人悲欢 忽悠苍生的使命 零二 说起神女 那肯定绕不开仙剑系列 刘亦菲在《仙剑1》中饰演的赵零二 也是非常经典的角色 不得不说 刘亦菲这张脸 简直就是灵气逼人 真正演出了那个天真活泼的零二 心静成名 看似柔弱 却有不可估量的勇气 作为女娲后人 为了拯救子民 死在爱人怀中 也成为一代人心中 永远的一男平 西遥相比之下 仙剑三里的西遥 更突出在一个美貌和痴情上了 作为一个专职看管神术的神女 业务上也却是没什么太大的发挥空间 拯救苍生那是主角团的事 西遥主要负责成为观众的白月光 而且这个装造 也是真的把西遥称得更加温婉动人 再加上千年无望的等待 更让人心疼了 阿娇在《女娲传说之灵珠传奇》里 饰演的高贵清冷的仙乐 在小我和大我之间毅然选择后者 这部剧虽然被嘲讽为真人版全月叉 但是仙乐这个角色真的塑造的很好 阿娇的五官本身就有一种古典美 哪怕浮化到没有多华丽精致 单单是白衣圣雪就已经仙气飘飘 一颦一笑都美得让人赞叹 虎珀 轩鹿饰演的虎珀 出自《灵魂百度》这部小网剧 虽然浮化到没有那么精致 但是神女虎珀的景象 还是让诸多剧粉一眼心动 除了她波澜不惊的沉稳性格 和恋爱众生的慈悲心肠 还有鲜鹿的演技也很到位 既温柔又克制 既淡然又坚定 也着实是为这个出场不多的角色 增添了很大魅力 好了宝子们 在你们以往看过的新侠剧里 哪一位神女的角色让你印象深刻呢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哦 咱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